我国的最西端在哪里应该有80%的人说不上来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是在新疆 可具体是哪座城市哪个村庄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 新疆作为我国最西端的一个省区 南北纵跨1500公里 东西宽约近2000公里 总面积高达166万平方公里 几乎能装下16个韩国的领土 新疆的四个极点分别是东端的新疆与甘肃蒙古的交界处 北端是在中俄边界线 南端在班公湖北约60公里的地方 而最西端则是位于中塔及三国交界处南侧的一座雪山之上 当然新疆的最西端也就是我们领土的最西端 地形上处在了天山山脉与昆仑山脉的交界地带 周边同时还分布着喀拉昆仑山 新都库士山 阿赖山 以及费尔干纳山 而在这些高大山脉的交汇处 有一片相对平坦的高地 这就是曾经属于我们的丛林 如今的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面积约有10万平方公里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是周围几条山脉碰撞的交汇处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高原 而在帕米尔高原的东侧 就是库斯一条巨龙版的昆仑山 昆仑山的西端往北连接有南天山 阿赖山 以及费尔干纳山 但是由于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 通过卫星图可以明显的看到 以南天山为界 西北侧多湿润的绿色植被 而东南侧我国境内则基本都是土黄色的干旱地带 不过在昆仑山脉与天山山脉的夹角之处 有两个大面积的绿洲 分别是由伊尔羌河与喀什嘎尔河冲击而成 而喀什市就位于西侧这片绿洲之上 虽然仅邻高大的帕米尔高原 海拔落差超过6000米以上 但凭借一些细长的河谷地带 历史上的中线和南线丝绸之路 就是从这里的豁口之处 向西通向中亚或者向南进入南亚各地 这片地带基本属于新疆喀什地区 与克兹勒苏克尔克兹自治州 面积超过7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有500万左右 不过大部分都集中在平坦的喀什地区 而且主要是以维吾尔族为主 也是包括了汉族 塔吉克族 乌兹别克族 克尔克兹族 哈萨克族 等一些其他民族 克兹勒苏是一条河流的名称 而克尔克兹则是当地民族的名字 其中为这里的乌恰县 就是我国最西端的一个县 县里的斯姆哈纳村 就是我国最西端的一个行政村 虽然从卫星图上来看 这里并没有多少的绿地 但实际上由于高山河水的流淌 所以这里的风景也形成了我国独有的西部山地风情 好了,我是阿星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